川普对中共强硬施压日媒,包围网同步展开,美国总统川普,于12月31日签署法律称,美国将定期在南海进行模拟作战,维护航行自由,还将增加向台湾的均售外媒报道,依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。 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,将放弃与中共头号央企中和集团的合作项目。 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,在首次与美军高级官员的闭门会议中发言称不要忘了中共。 中共中共美国总统川普,12月31日,签署2018年,亚洲在保证倡议法案,分析认为,这个法案是美国应对中共在意态地区霸权的政策调整贸易谈判将至。 美国对中共包围网同步展开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,美国将中共在南海的建设,和中国的高压的经济活动,与朝鲜和开发和伊斯兰国IFIS,放在同一位置上。 称这些都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文章,称,美国将从多个领域,与中共展开长期对抗。 美国也确实这么做了美国要求五眼联盟成员,与日本和美国步调一致。 将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事业的数据,在各自国家内保存文章称,这是美国在警惕中共影响力。 早在2018年8月,美国政府内部就不再允许使用华为中。 新通讯服务担忧5G技术拥有的军事层面的战略意义文章称,美国提出的针对14个重要战略领域的安保政策方针,是保护国民生活安全和产业竞争力的必要手段,不仅是针对华为中兴, 意向针对电子数据保管地的对中共的包围网,也在展开遭美政府限制。 盖茨旗下核公司,将放弃中共头号央企项目,法广中文网,1月2日报道,华尔街日报,在周二报道称, 因受到美国总统川普,与中共当局在科技领域纠纷影响。 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,担任董事长的核项目公司泰拉能源Terra Power, 将放弃与中共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核集团的合作项目。 比尔盖茨,在上周六发文作年中总结时写道, 他创办并担任董事长的美国核技术公司泰拉能源Terra Power, 现在不大可能在行波推技术上,继续和中核集团合作了其遭到停止的原因则是, 美国这边最近发生了政策变化。 泰拉能源公司是由盖茨在2006年, 创办致力于开展一种新的核电技术行波堆, T.Rowling Wave Reactor, 的研究型波堆,是一种满足第四代核能技术要求和安全标准的金属燃料纳冷快堆。 采用油高合金燃料化料周吸成并可以大量使用贫油。 机组可利用率,设计值高于90%, 具有高效利用油资源,减少发燃料卸出量等优势。 这一项目将不能被继续进行下去, 究其原因,则是美国能源部在2018年10月11日公布了。 美国对华民用核能项目合作政策框架, 这一文件虽然没有禁止美国企业跟中国的所有核交易, 但是要求高度保证, 用于合作的技术, 不会用于军事或者其他未经授权的目的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, 与美国代理防长帕特里克沙纳汉美国代理防长首次闭门会议, 告诫美军将领, 要记住, 中共中共中共法广中文网, 1月3日报道, 据路透社援引美军知情官员透露称, 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, 在周三的一次, 与美军高级官员的闭门会议中发言称, 尽管美军目前在叙利亚, 阿富汗等此类地区与武装分子战斗, 但不要忘了中国中国中国。 沙纳汉于周二, 正式出任美国代理防长。 此前他曾在2017年3月, 被川普提名为副防长于当年7月上任该报道并没有对沙纳。 汉本人就中共的看法, 进行具体介绍, 但有其他的官员, 将他描绘成美国国防部强化对中共态度的驱动者。 这其中就包括在2018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, 将中共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川普签署, 亚洲在保证倡议法案, 美国之音1月2日报道, 美国总统川普, 12月31日, 签署2018年, 亚洲在保证倡议法案, 该法案是加强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领导地位的政策框架, 提供整个美国政府, 在亚洲的长期战略, 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利益, 通过贸易机会提, 镇美国企业和工作机会, 注入美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价值观。 法案特别鼓励美国高官访问台湾和美国对台军售条文中称, 美国总统应该定期向台湾出售, 旨在应对中共既有和未来可能的威胁的防御性武器, 包括支持台湾发展, 并整合适度的不对称, 能力把包括可移动, 可存活及具有成本效益的能力融入军队, 对于高官互访条文中说, 美国总统应该依据台湾旅行法, 鼓励美国高层官员到台湾访问。 全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说, 从宏观角度来说, 这个法案是美国应对中共在意态地区霸权的政策, 调整阿波罗网林役综合报道。